接下来带您来参加藏传佛教文化纪系列活动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高雄市古研市 台湾传统伦理文化发展协会 合办第二届藏传佛教文化纪系列活动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土多申格强调 藉由汉藏法会进化人心 并祈求台湾国泰民安社会祥和 好多人藏传佛教听过了 但是藏传佛教的传统方面 还有红巴的内容是好多不知道 因为我们稍微上现在的藏传佛教的解释很多 但是呢我们那个英明方便那个 本境的那个事情是接下接不了了 因为那个必须要那个 那个出家师父们在那个真正的那个讨论啊 那个答辩啊这样有的话马上就清楚了 所以呢我们这次来那个藏传佛教里面五部大本里面那个英明的那个 那个边境的事情那个什么弘扬佛法的那个 那个解释来 所以我们因为天文那边藏传佛教的红巴 特别那个什么弘扬佛法 但是呢英明旁边那个我已经很多一个都没有听过 我们也肯定是第一次吧 所以将来我们希望那个 呃 大家那个我们藏传佛教的那个 藏传佛教是不是那个盲目的那个佛教 真正的那个什么道路去的佛法的解释 现在社会上好多好多的那个 外面看了藏传佛教的那个什么 做 但是呢不是真正的那个藏传佛教 好多好多有 所有呃 呃 将来我们靠那个藏传佛教是 只要是内心的那个改变 呃 往事修用的方向改变的话 这个是藏传佛教的那个内心 是那目的的事 藏传佛教文化记引起热烈回响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土多森格强调 藏传佛教传承佛教重要的角色 与会高增活佛 期望借由此建构交流平台 与台湾各佛寺庙院法师切磋交流 十方新闻王天伦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 嗯 字幕志愿者 杨广许建议